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家权 红横珠 然后2018 携手同发 非常感谢 很感谢 但是其实做媒体 我们只希望立法院 不要变成执政者的立法科 立法院不要一天又一天的 立出违法违宪的 各种各样的 违反人民利益的法律 民进党对大陆不假词色 处心积虑不择手段 我就是跟你对干到底 哪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都可以对干到底 最后今天对台湾的人民 自己下手了吗 台湾的人民被你视如草芥吗 台商 台商 台干 要回台湾过个春节 这么难吗 你到底为什么 你是要逼大陆 在没有九二共事的情况下 跟你上谈判桌吗 结果最后反正台湾人民 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对日本也是不择手段吗 不择手段的 要处心积虑的 要媚日吗 日本的何时眼看着 数着馒头一天一天 哪一天就进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公投吗 郝龙斌说 一旦民进党要放 台湾人民要公投 而民进党对台湾的人民 也是不择手段 也是处心积虑 互联会眼看着这块肥肉 就要吞入口了 互联会里面组合主战 大家都一致同意的是 不公不义的是这个政府 是这个民进党政府 但是要组合才能够赢 还是主战才能够赢 里面争论不断 今天我们好好讨论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朱高正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钟佩军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人回家的路 这么难吗 难道我们现在 我们所有台湾人 都是黑名单吗 民党高兴你回来 你就回得来 不爽 你就连回家的路都没有吗 大陆因为这个M503航线的事情 然后民航局陆委会都叫骂 而且叫骂到 大陆官方也叫骂到 所有的航空公司 然后说后果自负 1月29日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 航线问题事关非安 国安跟民众权益 政府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空间 占不准许 中国东方航空 厦门航空春节加班机 这已经是最轻微的处分了 要处分不处分 那不是民航局的事吗 你陆委会跑出来你讲什么 讲什么543 然后你这样跟非安跟国安有什么关系 I care不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吗 然后他还讲 解决M503相关航路问题是 关乎两岸超越蓝绿的 两岸民航协商不设政治前提 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没有92公司 你要跟我协商就是了 没有我点头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好1月29日民航局召开记者会 仍然占不核准东航下航总共176班加班机 然后鼓励其他航公司多多申请 剩余配额 金门会备妥军机 台商可以从厦门经小三通到金门 再从金门搭民航机或军机回台湾 然后东航跟下航也同时发表声明 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台湾这边的允许 所以只好放弃春节的加班机 然后开始办理这总共5万名的人的退票的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要搞到这个样子 董哥 张晓慧讲这是最亲的惩罚 最起码的惩罚 可是今天有人问贺承担 贺承担说我们只是还没核准 我没有季节你 你看就是一直拖 那到底哪一个人讲的是算 张晓慧就讲这就是惩罚 惩罚就是我们不给你挥 就已经有答案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政府里面 大家自己都搞不清楚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到过年 过年从13号开始算的话 现在就剩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你不核准人家 中国大陆自己春印也非常麻烦 也要到处去调度 我怎么可能把这176班的飞机 等在那边等你呢 那他当然这176班 他赶快要调度去其他地方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今天政府用很卑类 很无耻的手段 要去对付自己的人民 然后又用一个很好听的名词 就是说他不管我们的飞安 这个跟飞安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节目讲很多次了 如果这个真的有飞安关系的话 联合沟民航组织绝对不会核准 联合沟怎么会准洗一条 不安全的路线呢 马政府时代 大陆因为顾念情疑 在不必让步的情况下 那我就让个步吧 那你现在没有九二共事了 你对我无情 那你还要我怎样 我需要这么多的航线 大陆去过大陆就知道 他们常常误点 因为真的是空中太拥挤了 东方航空说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造成返乡过节的台胞 更严重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们对台湾有关方面 罔顾民意 一意孤行的做法 表示强烈不满和谴责 你要知道这些航空公司 它调度的春节加班期 是来服务台湾人的 然后你现在它要取消 它要退票 它那些调度的东西 它本身有很多的损失 你造成人家损失 厦门航空也是 他说此次台湾方面 无视两岸人民往来需求 拿民众权益作为筹码 不要人为阻挠 台湾同胞的返乡步伐 全世界怎么会有一个政府 去对付自己的人民 不让自己的人民回家 金门县级立委杨振吾说 小三通虽然运能无余 但上一机场 根本没有办法附和大批台商 反台对金门当地也是负担 然后旅行社 他说新增的班机对旅客来说根本不够 蔡政府真的是随便一句话 就让几万人的春节反台民众 头昏脑杖跟着起舞 暴露英啦 我们觉得很有趣 蔡总统口口声声说台湾价值 他说要柯文哲找出台湾价值之后 才有可能谈年底的合作 那我们就要问了 蔡总统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是捏自己的小孩给别人看吗 让惩罚自己的小孩给别人看 就是蔡总统的台湾价值吗 你自己蔡政府这次谈判无能 你把国人困在对岸回不来 没有办法过新年 你把国人为难他们 让他们回家的路变成一坡三折 请问蔡总统这就是你的台湾价值吗 我们常常觉得说 这过去这两年多来 能够还给马前总统一个公道了 真的只有蔡英文 在这次这个M503的风波里面 大家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 这个航向之所以当年没有双向飞 原来是因为马政府谈判友方 所以把它挡下来了 结果现在蔡政府来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过去还有这一段事情 所以谢谢蔡总统 让马总统过去的努力 再次被大家看见 那过去蔡政府 很喜欢酸马政府 只会谈 只会谈 你那么会谈 你怎么不去谈 请对岸把飞弹撤一撤 可是不上 现在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人家是连谈都不愿意跟你谈 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继续去谈 我们未来的两岸关系 要怎么发展 它现在最大的窘迫就是 关着门在这边 对着对面一直喊一直喊 喊破了喉咙 没人理你 过去我们都知道 这个两岸热线已经断线了 已毒不回 那怎么办 好像已经前驴祭穷了 所以前一阵子发出了这个 人家说是撩妹的图文 很好笑 通往和平的门是我们 就很抱歉 不要说这个对岸笑翻了 可能已经笑到 掉到椅子底下去 事实上在国内 自己也是骂翻人 我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这种状况之下 蔡政府的两岸关系 要怎么跟我们继续谈下去 交通部她说 不用怕 我有五个方案 来 第一 第一 每个航点都有其他陆级跟国级航空公司 在飞 这不废话吗 旅行业说你根本废话 第二 旅客可以转移到国级或陆级航空公司 航班空位 这不也废话吗 那不就是大家要抢机位 机位就是不够 才会有加班机 你现在要再去抢机位 第三 改往邻近的机场搭机返台 要走小三通大三通吗 要不要飞到香港 再从香港飞回台湾 你是这个意思吗 第四 利用小三通 第五 华航申请九个航班 长容放大搬机 那华航申请 那大陆就一定会核准吗 你不核准人家 你要人家核准你吗 这讲的到底是什么话 盛丰哥 很有名 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年 这讲干的话卖得最好 讲干的话卖得最好 所以这个讲干话已经算是 台湾现在最畅销的名话 这个大概看完以后 只有一句话 何不食肉迷 何不食肉迷 你一支嘴巴说一说的 然后台商 台干 所有的台胞 走到要死 有得重就没得重 不知道 这演讲的一句话 找康备 他妈有康备还要你教我 有康备还要你教我 当然就是因为 正常的班机的位置已经不够了 抢到不够所以才有加班机 现在你把加班机取消了 要干什么 其实流失的不是选票 其实我民党要清楚 流失的不是台商多少选票 也不是台商家属多少选票 流失的是民心 因为人民看到了 一个只想自己的意识形态 只想自己的利益 然后把人民放到一边 这个是人家普遍感受到的 M503是大陆自己画的 是国际民囊主席给他的 国际民囊主席审受的情况下 认为是可以行的一条方案 要抗议不是抗议大陆 是抗议国际民囊主席 你为什么同意他这一条 不 应该是这样才对 因为核准的是他 应该是抗议他 所以责备中国大陆 是没意思的 你要你有本事就去把 国际民囊主席给他干掉 那就行了 你干不掉 干不掉什么样子 然后说你要责备大陆 责备大陆干什么 人家自己他的空意的需要 所申请出来 这一条跟国安有什么关系 大家清楚 这个是民囊线 有了民囊线飢往了之后 经济反而是不能在这里 请问谁比较安全 这也是常识 不要骗大家了 不要再继续欺骗了 这一条是民囊线 这民囊线 所有的国际航 中国大陆的飞机在那里飞 我们的飞机也可以飞 然后国际的航线的飞机 也可以飞 当所有的民囊线 都在这里飞的时候 你请问中国大陆的经济 要怎么飞 要飞就一个方法 把这条航线暂停空意 拎出来 所以它拎出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 它的空间 它的经济要飞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条航线的存在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除了政治操作之外 我必须平安心讲 就是什么 是反而不见得对我们不利 平安心讲当时马总统 去把这条给挡掉 也是民罪的反应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马总统的性格你知道 有抗议就赶快怎么样子 收回来 赶快收回来一下 就是这样而已 各位想一想 难道不是该责备我们的政府吗 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来抗议 你干嘛挑大家要回家的时候来抗议 在这整个陆委会蔡政府 他挑起这个春节加班航线的 这整个的事情的时候 发现到说 一直从头到尾在顾念着 台胞回台湾过春节的权益的人 竟然是对岸 不管是对岸的航空公司 还是对岸的政府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记得近乎你们俗残 怎么会这个样子 台湾老百姓这么笨吗 这是一个1月28日 台湾民意基金会 当然就是绿营的基金会 她做的民调 蔡总统声望31.7 上任以来第二滴记录 所以台湾老百姓没有这么笨 你的民调不是最低 还会更低 然后拼经济六成民众不满意 你会看到说 朱委员 蔡英文 她好像也不在乎她民调多低了 她就是要走一条 昧日拉美 然后去中拼台独的路吗 那明明知道那条路是没有路的 她硬要这样走 硬要这样干 然后大事小事就要这样干 她到底在干嘛 现在蔡英文 她的怎么 声望会一直低下去 很简单 台湾已经醉生梦死太久了 她完全看不清楚 现在两岸的关系 拜托 现在两岸的关系 跟30年前的关系 是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想想看 30年前 1987年 刚刚开放大陆贪金的时候 台湾的 这个台湾的经济总量 就占到大陆的40% 对 好 到1993年 达到最高峰 台湾的经济总量 达到大陆的45% 大家知道吗 到去年 2017年 台湾的经济总量 一路滑 滑落到现在 剩下4.5%不到 大家想想看 好像老天爷 故意要调侃两岸的样子 也就是刚刚开放探亲的时候 台湾人正牛 所以前六年 牛得不得了 也养成台商交慢的习性 瞧不起大陆 这是某一部分台商 很多 我告诉你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从1993年到现在 一路下滑 请问 从占人家的15% 现在剩下4.5%不到 按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 我估计六年内 得到2%以下 对 不要十年 可能就剩下1.5 可能就1.5%了 那是什么概念 我现在就说 我们本来在1993年 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平均 每个人的人均收入 是大陆的25倍 现在只剩下大陆的两倍 拜托 台湾的贫富差距很大 次长何启公还说 他说不对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要问他 请问不对在哪里 你吃啊 这何时你吃给我看 吃了之后 我再来说他对还是不对吗 这个总统自己是 一个连大锅饭都不能吃的总统 我们这个菜总统三餐 就要请花6万块 请浴厨在家里烧饭给他吃的 有可能他吃何时吗 现在台湾有钱的人 跟当入有钱的人怎么比 所以说这个形式 已经完全都改变了 那朱委员 我请问您一件事 回归到 就从这个春节加班机 回归到您点到说 台湾醉生梦死太久了 这篇文章我写 统一是台湾最好的路 可是统一这两个字 除了吃泡面以外 在台湾没有人敢讲 因为他变成一个章字 台湾只准讲台独 然后大家继续坐在那边做梦 做那种噩梦 然后绑架所有的台湾人 都要支持他台独 就这样一步一步 才会有这些每一天这些事情 所以我在这坦白讲 台湾人应该要醒 已经被这些台独政党 台独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客 已经被骗了 整整25年了 我为什么讲25年 就是25年前的现在 李登辉把郝伯春赶下台了 也就是从25年前开始 李登辉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在这坦白讲 台湾从占大陆的 总量的45%到现在 跌到剩下4.5% 立任的领导人不用负责吗 1月29日 卫福部上午举办新春记者会 台湾是不是开放日本核灾食品 成为会中关注的焦点 卫福部长陈时中说 对于现行仍然禁止输台的 日本五线式食品 会根据国际惯例 保障国人食安的情况下 重点最后这五个字 将事实开放 陈时中告诉你了 我要开放 那怎么个事实法呢 以后我们慢慢会知道 1月30日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 他说陈时中和启公 你是日本的通产大臣 大臣吗 你在干什么 因为卫福部次长何启公说 禁止这五线的食品输台 是不对的 台湾不宜再以地区禁令 来管理日本食品 应该针对高风险食品 来管制 然后卫福部在去年11月 公布核灾食品健康影响评估的时候 就建议政府 以食品有没有受辐射污染 来取代现在的地 用地方来处理 而目前台湾跟大陆 仍然全面禁止 这个五线的食品输台 可是国民党说 立委李燕秀说 明明在当时 蔡政府承诺 你说要边境管控 可是你现在边境管控 只有百分之八 那你是在骗谁 其实从刚刚的春节包机 到这个核实进口 其实是一贯的 你把它粘起来看 蔡英文为什么用春节包机 去杯葛这些台商 其实她是 你知道她在访问的时候 她说不要低估总统的意志力 她现在是跟习大大在比意志力 所以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的那种立场 就是说我今天全面执政 对岸一定的妥协跟我低头 我就算不要九二共事 你也得跟我低头 所以她在跟习大大比意志力 那何时 我觉得国民党不像民进党的凶悍 你知道当年只要说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你知道美流进口 那马英九政府被追杀到 简直是体无完肤 那现在何时进口 就是说国民党 只有这么一小小的记者会 真的要全面的公投把它退翻掉 另外刚刚你提的那个民调 我今天拿到一个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比那个更严重 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 已经掉到30以下 28% 连赖清德的也快死亡交叉 40跟40多 就这么一点点 就在这里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这一连串的做法 看起来好像是诚意识之快 老百姓眼光是雪亮的 你去惩罚台商也好 打自己的小孩给对方看也好 都是你自己的想 那事实上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妥协 因为他要跟习大大比意志力 他必须拉美国跟日本来挺他 尤其现在川普又表示 我要再回到TPP 那他想连美国连日本 可以对抗中国 所以对日本 只要说碰到日本 膝盖就软下来 同样的对美国也是 只要美国的参议院 通过一个法案 他就高兴的 简直要敲锣打鼓 一样的 所以他的做法 其实一贯的看 应该不会差太远 所以佩军 国民党立委 其实召开了记者会了 然后卫福部次长何喜功 他也承认 日本不断向台湾施压 那国民党这边 有什么样的立场跟对策呢 蔡政府动辄不是很喜欢 跟中国大陆比吗 那民党老是爱喜欢说 我们怎么样比对岸进步 好 那怎么人家这次有 Guts全面进就是全面进 为什么你蔡政府就不行呢 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一点 尤其这个次长何启功还说 他说不对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要问他 请问不对在哪里 你吃啊 这何时你吃给我看 吃了之后我再来说 他对还是不对吗 这个总统自己是一个 连大锅饭都不能吃的总统 我们这个蔡总统三餐 是要花六万块 请御厨在家里烧饭给他吃的 有可能他吃何时吗 你如果设定一套这个何时菜单 蔡总统来吃给我们大家看 也许我们大家可以理解 你为什么要解禁何时 如果大小姐不吃何时 凭什么要国人吃 凭什么要国人用自己的胃 去迎合日本 我们来看看 到我们找到的2016年10月的资料 就一年多前资料 这个是行政院农委会 他所提供的资料 全世界对于日本的稻米 要要求辐射检查或产地证明 针对辅导线的 有20个国家 针对输果16国 针对茶叶15国 针对药用植物14国 牛奶跟乳制品16国 肉类17国 水产品21国 加工食品15国 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 非常严格的限制 可是为什么台湾跟中国大陆 要对日本的食品 要更加严格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跟欧洲国家 他们对日本食品 没有那么爱 进口没有那么多 没有疯狂地吃 疯狂地买 然后别人的国家 边境检查 比较严格 比较落实 台湾的边境检查 根本就是空的 你如果说好 你现在完全 你允许他进来 台湾现在已经零零星星 已经跑进来很多 这五线的 核灾食品了 你到时候全面大局 起来 进来到台湾 你边境管控又是空的 你是怎样 盛丰兄 核灾食品这个事情 我们真是寄望 所有的在野党 要振奋起来 要挡下来 不是开个记者会 而且他现在趁着休会期间 趁着过年期间 这个的控党 就偷偷摸摸地给进来 我想不是公投去挡 应该是发动前面运动 好好的来挡住这个 这个假如再不发动社会运动 这个政党还有生命吗 不 我想实在话 开记者会是没有票的 开记者会真的没有票 这个新党是够小了 新党稍微大一点 我们绝对不会放大是这样子 我在这里就讲 国民党愿意发动这个社会运动 我们前例自停 就这样子 这个我小党讲这句话 过气派了 所以我们觉得是这样子 大家一起来 把这个给挡下来 他挡的是一件事情 挡的是什么 党的是告诉蔡英文政府 还剩下两年 你还在组政的期间 人民是不可以骗的 人民是不可以被欺负的 你们不要以为利用个修费 利用个过年的时间 这样混的就可以过关 不会让你骗 但是假如我们就让他修费 然后过年期间让他过关 太好了 这个人民是可以骗的 骗的是可以过关的 反正到了年底前期 又过关了又骗了 所以大家要用行动 真的讲这些 我们已经讲过多了 现在只是人家行动干 这个核灾食品 台湾人有没有权利说 我不要吃 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 告诉这个执政的人 我就是不要吃 怎么样 董哥我们没有权利 他要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要吃什么 因为台湾的人很好骗 骗了以后生气 五分钟就结束了 日子照过了 因为蔡政府早就答应日本人 很早就答应 很早就答应了 所以日本人哭我们就哭 日本人笑我们就笑 这是我们立法院长 你刚提的苏嘉田先生 到日本去讲的 蔡英文前年520上任 前年的11月 他就开始在推动 要让他进来 那时候开始在办公厅位 记不记得 然后人民 北中南到处抗议 蔡英文很生气 他公开讲 是谁放那些黑道进来 记不记得 人民去抗议 他说人家是黑道 然后那时候就 他在哪里办 老百姓就去抗议 抗议到他 后来因为郝龙斌 那时候出来 办说 那我们来 大家来联署 联署十几万分 十几万分 然后那时候做的民调 百分之六十四的人是反对 比蔡英文的选票还高 所以他那时候就赶快 赶快就暂停 暂停可是答应人家怎么办呢 你看谢唐廷去年 在立法院的报告 他就讲 希望能够进来 今年又讲什么 今年谢唐廷讲话更妙 他讲说现在全世界 只剩下中国大陆 然后跟我们是 不让日本人进来 万一中国大陆 突然让日本的 核实进去的话 只剩下我们 我们会很尴尬的 我听不懂我们尴尬什么呢 只有全世界只有我们在对抗日本 对抗日本的核实 所以他讲那话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 所有这些旗子都是政府的调子 不管卫护部的部长或副部长 都是政府的调子 现在台湾的实力跟三十年前 完全不可同路而已 而大陆的实力马上 可能现在就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的事情 你在这里硬要去跟大陆搞对抗 是何其的不止 钱狗狗人大家想想看 从蔡英文上任你来日本人对我们有比较好吗 你那么亲日有比较好吗 你过去马正如时代可以在钓鱼台附近补鱼 现在不能啦 过去冲之鸟那边可以补鱼 现在不行啦 我们现在1月29号 我们1月13号 五艘移民的船导船被赶 被日本人恐吓 结果我们的一夜属 还叫我们移民赶快回来 不要在那边闹事 帮日本人恐吓我们自己的老百姓 是啊 1月13号 所以老百姓气得要死 马云九时代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 因为现在是蔡英文当家 他报日本人 日本人不把他当以为是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就准备接纳和时吧 所以事实上就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缴税养一群 中华民国的官领我们的薪水 然后去做日本人的走狗 朱委员 每天在帮日本人争取福利 对 所以说这个是很糟糕的 从李登辉那个时代 就开始走亲日 亲美反中的路 其实我在这告诉大家 最近安倍 想方涉华 一直要举行 中日韩高层的会谈 先派外相去 我在这要讲 这个美日的关系 现在也非常微妙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很难掌握 在这种情形上 特朗普虽然表示愿意加入TPP 现在反而是 日本不太愿意 澳大利亚认为说可以重新来谈 但是日本说已经谈好的不能再改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在这跟大家讲 日本跟大陆的关系 现在出现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最近NHK 把日本在东北731 那么残酷的 以人体做试验的 产无人道的情形 播出快两个小时 包括访问 受害人 这个幸存者 包括加害人 这个是很难得的 我在这要告诉大家 NHK要播出这些 没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 可能吗 不可能的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 日本透过这样来 向中国委婉的表示 对二战期间的歉意 所以说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我认为蔡英文政府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在国际政治就是讲实力 你想想看 你台湾现在有什么实力 现在台湾的实力跟30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已 而大陆的实力 马上 可能现在就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的事情 你在这里 硬要去跟大陆搞对抗 是何其的不治 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要特别注意 日本安倍首相 就任到现在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办法正式的访问 国事访问中国大陆 他现在所有在中国大陆之间都是国际 国际会议的场合 到现在为止 习近平没有到过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也就是说 这两个算是世界的大国 唯一的大国领袖 没有国事访问的 就剩下日本跟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现在处心激励 一定要让安倍有办法进到中国大陆 进行国事访问 这个时候我们让核灾的食品进口 日本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会不会把台湾给卖了 说不定为了这个目标 卖了台湾 我们要帮人家数钞票 而且数到要死不活 所以拜托 千万不要利用过年的时间 偷偷摸摸 我们在快乐的时候 送给我们核灾食品 请看看那个神之中那句话 我稍微调一下 他说 依照国际惯例保障食安 开放日本核食 我稍微改一下 依照国际标准保障核安 那是不是也可以开放核市 一样的道理 这胡说八道到几点 这个政府开放核灾食品到台湾 它是要害老百姓的命吗 然后复联会 大家都已经眼睁睁看了 它是要夺人民的产 它用一个违法 违宪 作极既往70年 叫你拿出70年前的账本 证明你清白 天底下有这种事情 你这样还好意思坐在总统府里面 姑妈妈是谁的恩人 大家都知道 好 那复联会现在遇到这样子 强盗要来夺产 强盗说你是强盗 里面分成主战派跟组合派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复联会的主委 雷茜 他是组合派 他立主跟内政部签行政契约 他昨天的记者会继续说 复联会面对民进党立委 所发动的无情政治打压 已经孤军奋斗将近两年 其间民进党立委要求政府 以公权力强硬处理 复联会的相关决议 高达八项 在这八项通过的时候 从无任何他党的委员 出手阻止获声援 雷主委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说 复联会现在就像是被一群 秃鹰狙击的公司在沙滩上 所有的人都希望你们赶快去死 现在我们电话连线 复联会主委雷茜 雷主委您好 您有什么要跟 明天要去开会的会员呼吁的 好 谢谢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目前有非常多民粹的操作 说出卖投降各种的话都有 可是我在10月26号受委托 进入复联会以后 轻轻念念就是在大敌当前 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 临危受命 要保护蒋夫人复联会的 生机生育和尊严 我所接手的战局是 姑妈妈本人在7月24号 向内政部发出公文 同意协商三原则 并提出 捐出312亿财产 以法办理会务转型 纳入政府代表及公正人士 进入董事会 以换取未来政府不再就 烙军捐及党产条例 来追究的这份公文 因此 目前有些会员 他们主张要拒签 查账 自清 我完全没有包袱 绝对会依会员大会的决定来处理 同时我想再度保证 我们已经违请了外部的律师 来协助明天的会议会 以最专业的方式来进行 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出席以外 如果未来大家通过 那么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朝财务透明 决策公开 主委普选的方向来转型 使得会员会不再是任何人 可以控制 而是公益与公益的标杆 但是明天如果不通过的话 我们已经接到内政部跟党场会的通知 所以我已经开始 违请律师协助同仁们 准备来面对公权利益的介入 甚至绿营委员们的强烈打压 所以一切都是交给会员大会来公决 我没有任何的包袱 包括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查账的 这些各种要求 都会由会员大会来全体议决 这些事情我可以承诺与保证 用最正确最专业的方式 然后会员大会成为一个典范 非常感谢雷主委的说明 也让我们所有关心复联会的人都记得 今天被民进党对付的 欺压的是复联会 而复联会内部有主战或组合 两种不同的意见 这是一个很好的 所有的团体内部有各式各样的意见 可是敌人不是彼此 敌人是那个不公不义的 流氓的政府 好 现在呢 这是雷线他所有做的说明 1月29日 党产会的发言人施锦芳 他也有说明 他说复联会签订行政契约 除非有隐匿财产 党产会已经承诺 不会再针对复联会 是不是国民党赋水组织继续调查 注意哦 他说我们承诺了 我们不会再调查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我们不会调查了 如果行政契约破局 党产会会以最快速度 召开临时委员会 一旦认定复联会是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做成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的意思是代表行政权 那法院怎么说 我不知道 届时复联会会被认定 属于不当取得的财产 将会被冻结 并且在一定的期间内 移转为国有 同时呢 雷倩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 也写了非常长的一封 告他会员大会的信 他说虽然装税的人叫不醒 今天仍然尽力把话说清楚 希望所有复联会的会员 能亲自出席 自主选择 共同为这个组织 做出可能是最后的决定 下午的记者会很长 把逐字稿附在这里 也算是留下记录吧 这个就是他非常深沉 非常应该讲 百感交集的一种说话吧 这个是组合派 以及刚才我们讲的 实行方党产会 他的恐吓 就是说这些妈妈们 就是当年的常委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过 这种惊吓 所以他们会被吓到 然后就全部退让 但是呢 对年轻的工作人员 他们面对的是现实问题 所以他们赤面 陪着那个 雷倩赤面 复联会的主战派 他说什么呢 1月31日 复联会将召开会员大会 确定是不是要签署 跟内政部党展会的三方契约 契约里面要捐出九成资产 做公益 四个月内要解散转型 而且将来 复联会下面的四个基金会 要由政府官派董事三分之一进去 而且那个行政契约里面 还有非常多的陷阱 还说你将来 不得有任何法律上的主张 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了 好 1月30日 有今天 庞卫刚 她是复联会的委员 她说呼吁 复联会的姐姐妹妹 站出来 向行政契约说不 我们看她 今天记者会讲什么 复联会 不是 附随组织 也不是党产 但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政府 口口声声 他就是 这个复随组织 他就是党产呢 最黑暗的时刻 是我们一个选择性的问题 我们是要投降 还是要奋战到底 好 然后同时呢 一起出席的有 孤严卓云委任的律师 叶庆元 跟孤严卓云委律的律师 战佩金 那他说 孤严当初同意协商 是希望借以确定 复联会 不是国民党赴随组织 会内没有不当党产 还盼望能够透过协商 全面解决所有的争议 但是如今 这三个要求 都没有办法体现在 这一次的行政契约中 为了会员利益着想 孤严反对签署 行政契约 很清楚了 叶庆元也说 人民团体是不是政党赴随组织 应该有法院认定 刚才党产会说 我行政处分 你就完了 叶庆元告诉你说 应该有法院认定 否则宪法保障的 结社自由就沦为空谈 就算如今 你签的这个行政契约 四个月以后 还是要被迫遣散 那你签不签 你差别到底在哪里 同时呢 复联会的会员 他出了一个拒绝联署的 拒绝这个行政签约的 一个联署的声明书 他说 复联会组织不被解散 清算 会晤不致完全停摆 同仁不受政府的威吓 他希望会员都站出来 联署反对 所以佩芬姐 现在复联会的状况 你大概比大家都清楚 其实听完他们两照 说句话话 我必须从另外一个方向切入 两点 就是说这些妈妈们 就是当年的常委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惊吓 所以他们会被吓到 然后就全部退让了 但是呢 对年轻的工作人员 他们面对的是现实问题 所以他们出面 陪着那个雷倩出面 还有后面什么永续经营 什么支持雷倩那个 他们面对的是现实的生存问题 因为复联会生活蛮安定的 薪水待遇也蛮好的 你知道没有什么挑战 那如果说万一有任何的变动的话 可能工作不保 这是他们面对的现实 对妈妈们 他们就是义工 那不要躺这个浑水 被吓到了就退让 被吓到了 被律师吓到 律师说你们如果不怎么样的话 就怎么样 你知道这些妈妈们 这些官太太们 官妈妈们 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吓到像很多人 就干脆就退出 好 但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党产会发言 我觉得那个逻辑是不通的 如果今天复联会签约 就不是国民党赋水组织 如果不签 你就是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这个逻辑不通的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是不是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他签不签约来算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在 虽然姑妈妈你知道 我跟了她一辈子 那么多年 可是我必须说 他临时要潘维刚跟雷倩 来做常委来选这个东西 是病急乱投医 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决定 因为坦白说 雷倩也好 潘维刚也好 他们并没有介入 复联会的内部的任何的事物 所以那天报纸上登了一大堆 说什么大闹 说姑妈妈说 复联会20年来 复联会帮姑妈妈 姑家养她妈妈之类的 还有说姑颜卓云常常自己说 她是蒋夫人亲定的接班人等等 还有就是说她的吃的饭 还有厨子都是复联会 那是非常恶劣的抹黑跟妖魔化 没有这种状况 没有那样的状况 现在我们在线上连线的是 前立委 潘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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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是 您好 之前您好 明天复联会大会就要投票了 您有什么要对你的会员 所做的各种呼吁呢 我在这里要大声的呼吁 希望大家真正能自主 知道这个行政契约 对复联会的真正的影响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是妇女 身老弱妇孕 难道我们没做错事 政府就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吗 我们能接受吗 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 我们要非常勇敢的 说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而且做最好的选择 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投降 我们站在永远正义的一方 我们能让阳光能够照进来 让正义能够照亮我们的台湾 那请问一下潘委员 如果没有签的话 党产会已经讲了 就会立刻做成处分 然后立刻认定说 你们就是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你们如果是因为你们坚持主战 那人家就会讲 如果是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这样的针对性 然后未审先判直接认定 现在政府不能依法行政 然后扩权滥权 我觉得这真的是无以复加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民 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然后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知道 即便是他要冻结财产 我相信我们都勇敢的一起来面对 我们还是相信公理正义 法律司法会站在我们这里的 好 谢谢 谢谢潘委员 好 谢谢 好 拜拜 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 民进党的一些动作 其实是有些挫败 包括蔡英文的民调 都已经比习近平低那么多了 其实互联会最大的压力 不是来自内政部 内政部还比他讲道理 都是党产会一直在恐吓 你如果不怎么样 老太太我就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是土匪的恶劣行径 从顾立雄那时候就传下来 用这个方式 那他们觉得很好用 现在民进党设立内人 党产会跟国民党打官司 党产会连三败 国以日报跟教育部打官司 教育部也是一败涂地 所以现在台湾在司法里面 其实很多人还是有点尊严 就是说不能让这些人乱搞 民进党一商量的时候 搞一个党产会 党产会到处去恐吓人 其实互联会最大的压力 不是来自内政部 内政部还比他讲道理 都是党产会一直在恐吓 你如果不怎么样 老太太我就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是土匪的恶劣行径 从顾立雄那时候就传下来 就一直用这个方式 那他们觉得很好用 官司打输了 同样一个公文 被驳回了 他就再上第二个公文 内容一样的 就是你 不要脸 不要脸就是这么这样 可是很多人怕了 那我跟我们很多朋友讲 大家不要怕 现在民进党民调已经这么低了 已经那么让人家 令人滑指了 会不会有些法官就会想说 我不用怕民进党 现在慢慢不用怕 大家站出来 我告诉你 对抗强权 对抗恶劣的政府 这才是台湾的价值 台湾的价值 从日据时代 60万台湾人 被杀 为什么 有多少有钱的少爷 他不愿意做日本的顺民 什么叫台湾价值 就是对抗不公不义 我们绝对不屈服 董哥要怎么对抗 你组合主战都可以吗 不是 我是比较主战的 我觉得大家就团结一下 你何为入主啊